舒嬅公路往南澳方向 汽车一台接着一台排队等通行 整条公路就像是大型停车场 由于3号发生落石摊坊 目前南澳公路段正在进行刷破工程 虽然每两小时放行一次 但只有半小时的通行时间 行经民众都觉得相当困扰 本来下去了 因为很多车在停 不方便下去又不能下去 我们在地人已经是习惯了 但是如果半小时半小时 这样的开放也会造成 像冬月的道路到南澳那边都是塞车 南澳公路段副段长表示 刷破工程持续进行 但碍于摊坊处过高 施工难度增加 进度受阻 不过预计在20号就能完成刷破工程 目前的边坡虽然我们有在刷破 可是我们到这个摊坊的高度 高达110公尺 所以上面的那个还是有一些落实的状况 预计我们是要到12月20号完成 那12月20号晚上才会解除预警性的风路 地市区养工处表示 灾害路段边坡施工放行时间 是早上七点到八点 之后则是十点到下午两点 每两小时放行三十分钟 到了下午四点开放一个半小时 晚间六点到隔天早上七点 说到冬奥路段就会采业间预警性封闭 希望在最快时间内完工 还给民众用入安全 原事新闻 那位顾宜安南澳采访报导